三连到位,黑板干碎 赢的每个三连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哈喽,大家好 这波是解锁新人物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就是水友赛爆杀徐山那个侠 平时主要负责复盘的文案 搞搞数据 在后台跟大家互动一下啥的 第一次配音大家碰得轻一点 昨晚第一个BO3 本来以为是赛级护侠 没想到原来是首富之争 1-0的时候 以为是Rich人如其名 用ID加成就是不一样 没想到Riches带队连追两局 我们直接来复盘决胜局 看看火影节 思路信息 先说BP 这个BO3的BP还是比较特别的 主要还是微博这首优先级超高的侠落 为什么是超高 第二局一抢就不说了 决胜局这里直接一抢落 很好理解 抢落不抢侠 就是怕自己拿霞对手拿落 不抢飞机也很好理解 毕竟Rookie目前还没打过 但目前来说 还有赵姓这个优先级很高的打野 几乎可以说 换其他战队打V5 这一手大概率会是赵姓 然后微博的答案就是 前两手锁定霞落 其实穿甲霞在季前赛版本就相当OP了 当时这个玩法直接登顶寒服 还被官方热补丁紧急削弱 到了这个版本还是能玩 讲完言之就是中期发力有一定的保命能力 如果只是这两个理由 显然不足以让微博版 狭落提到前三手出的高度 关键词就在于中期发力 还记得得杯开始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 版本AD分别是 女警 金克斯 和二斐流斯 这一直到春季赛初期都是适用的 但现在春季赛已经开打了一段时间 大量的比赛样本表示 纯后期可能并不是版本的案 原因有二 第一 大家可以发现 前期控龙的队伍越来越多 在当前版本 龙氏扩大优势的最稳手段 往往会给劣势方极大的进攻压力 而劣势时 控龙的队伍可以一直放龙 龙错率非常高 那控龙的话 下半区的前中期强度 必须得拉起来 第二 战略点悬赏给比赛带来的影响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 近期我们统计了全球四大赛区 首周所有比赛 其中战略点悬赏一共被触发了86次 完成翻盘的 有且仅有李宁和RA的那一局 所以后期保障的需求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综合上面两点 大家可以发现 最近部分前中期发力的AD 逐渐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中 比如维鲁斯啊 EJ啊 还有这局比赛的穿甲侠 当然 从目前的情况来说 前中期AD回到下半区 只能说有一个小趋势 暂时说不上是最新的版本答案 同样是中期发力 狭比其他几个AD推线能力更强 这可能是微博把优先级抬到第一轮的原因 微博后续可以根据第二局一样 选一套中期节奏阵容 也可以变招选有后期兜底的阵容 决胜局的运务也不是毫无准备 用九筒摇摆算计了微博 不过说实话 这里也不能说是德赛上当了 毕竟赛后采访 骚粉说过 后面就是不管上路让德赛自己玩的 赛恩本身对线打九筒的话也不那么好打 妥妥的抗压位 最后上中真的位太特么对了 中路如香飞机 Nofi梦回S7 上路建模打赛恩梦回S8 V5的两条单人线都是优势路 而微博的最后一选突出一个自信 他们之所以敢拔高侠落的优先级 不去抢强势打野 就是因为烧粉有怪东西 再者这里拿节奏打野不太合适 毕竟两路被压很难看 不如拿球自己玩 上一次烧粉拿结的时候 三花距离把威威给秀麻了 这次拿结 还要在两路没线权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综合来讲 微博这边上中对线比较难受 但中期开始发力 后期也不熟 另一边V5需要通过上中前期的线权 配合打野建立足够优势 前中期是强势期 不过问题在于 九筒本身就不是一个控龙打野 速龙打法用不了 同时V5这个太刀队很难处理赛恩 要赢比赛 一定得前提滚雪球 进入比赛 开局就高能 微博抓出了Rookie一个上线 一定程度上成为后续的伏笔 说实话 情报肯定是有的 之前V5和WE的对局里 V5有两局都是掐着时间点 冒团进野去放一点的 更别说还有前队友加训练赛 两个信息或许去到 但问题是 Rookie也不是每局都这么做 如何才能保证蹲出东西呢 微博的答案简单粗暴 下路双人组连蹲了三局 每一把辅助都是插完眼 换扫描出门 跟AD蹲在F6附近 就算V5爆堂入侵 最起码也能在1分30秒 把眼扫掉 可见反常举动的背后 不但有情报收集 还有连续三局的坚守 而决胜局这里 泰坦要做强草眼 这里只有卢西安一个人来插眼了 在Rookie反应过来典役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交伞 其实微博这里还是挺细节的 若在扫眼的时候 还把飞机叫了过来吃眼的经验 经典的一波兵倒二计划 不过Rookie一级就卡在兵线前让飞机别失 飞机没翼跟卢西安换血是必亏的 而飞机一级翼有16秒 注定换不过卢西安 并且翼拳都用来换血之后 线拳完全被卢西安掌控 所以2分40秒这种 飞机残血被压在塔下 是可以预见的事 所以KASA刷完山主野怪到山 直接到中路准备月塔 注意这里有三个细节 第一 Andra是知道可能会被干壳的 这个壳墙也可以教下大家怎么插 贴这里的墙 鼠标放到眼位边缘 和树干左端交界处 就能插到槽里 多练几次就会 第二 KASA看到飞机的贴墙动作 就拆到了草丛油盐 所以没有采用绕后月塔的方式 第三 Andra这里粗糙了一点 单人线第一波炮车兵 吃完前两个近战兵就能到山 但前面Rookie的压制 让飞机没能清掉 上一波线的最后一个远程兵 如果这个Q能收掉后白兵 那么飞机就能到山学W KASA这个暗影中的一闪 确实挺害人的 不过卢西安一级被打散 还是成为了伏笔 这个很重要 如果飞机这里死了 它是没有TP回线的 不仅要丢一波兵 甚至下一波线 也会成为回推线 相当难受 KASA这种刷山主野 干可也是有代价的 他得回去把下半区清完 才能赶上刷野进度 Rookie看到兵线已经形成了回推线 视野中看不到飞机 大概流失回神了 自己也开始独挑 然而Andrea实则躲在塔后假回神 等打野就位中路才露头 那这个时候Rookie再打断回神 就来不及了 因为他知道 残血飞机敢这么搞 肯定有打野来解线 其实RookieTP出来之后 也有一个把远程兵往外拉的卡线动作 不过Sofen特地在中路留了几秒钟 所以Rookie才没有完成卡线 这波兵线上的小博弈过后 微博成功把前期中路被干可的损失 降到了最低 而九筒前期一闪 干可没成果是很伤的 一般来说 V5这种前中期阵容 速龙是最好的滚血球方式 最起码能在中期B团 或者通过龙魂拉近阵容差距 一般速龙就在中单到6的5分30秒之后 准备先锋团的7分钟之前 这个时间段其实V5确实有空龙的空间 只是我们前面提到过 九筒本身就不是一个空龙打野 KASA更想在野区和中路找节奏 所以没去控小龙 终于在先锋团前 KASA找到了机会 骚逢先进野区抓到了九筒位置 九筒最后一次出现在微博视野里 是往野区移动的 然后实际上 KASA贴墙卡视野 进草丛完成了一波敦服 这里用微博的第一视角看比较明显 其实微博全程都不知道那里有个九筒 所以飞机在经过这个草丛的时候 主视角大概率是在看建模的 应该是想留一个炸药包 作为建模交散后打击杀的容错 KASA这里就很细节了 如果一起手 对飞机造成伤害 Andrea肯定能反应过来飞走 所以KASA事先留了个桶子去伤害 最后一套连招带走飞机 实际上飞机大招中途是不可控的 这里Andrea应该是零死前放的大招 只是相当不明显 虽然微博上野在另一边合力击杀了建模 但整体状态比较差 只能让掉先锋 接下来V5的节奏还算顺风顺水 先锋推中塔 上路打单杀 不过这个单杀有很大争议 也有很多小伙伴私信我们问 这是啥情况 我们也做了几个小测试 在这种一刀死的情况下 反甲不会造成伤害 但会给凶手身上挂一个重伤标识 这里与布哥哥测试的结果有一点不同 不过跟布哥哥确认之后 这里应该是赛恩剩余血量 大于建模被动造成伤害的原因 测试这方面布哥哥永远的神好吧 刺死剑气的附带伤害先于普攻结算 并且荣渣伤害有一秒间隔 Lich贴身击杀的时间少于一秒 有可能处于荣渣伤害的间隔期 回到比赛 V5前面还是掌控了一些主动权 不过对于微博来说 这个局面完全可以接受 经济基本没落后太多 V5不速农 自己没任何压力 完全可以拖到法理期 接下来稍缝在中路打出的击杀 对V5来说就很难受了 这里V5全员都是刚刚出门 如箱处理下路线 辅助往下半区扑视野 就等九筒就位入侵野区了 没有小龙逼团 V5只能自己主动去挑事 然而V5的站位稍微靠前了一些 导播在计分板上直接做出预判 烧粉拉上辅助开冲 等V5把所有保命底牌交光 烧粉才打出飞镖完成击杀 这波意外阵玩对V5影响还是蛮大的 本来应该是中下推完线 入侵野区寻找战绩的剧本 变成了AD中道奔族 队友勉强入侵 少人进野区 这波真的是没人挣完就算成功 微博把V5反押回去之后 不但拿下中一塔 还彻底掌控了下半区 本来对V5来说 他们这个阵容急需一波团打开局面 但微博这里的处理 让V5找不到任何机会 飞机先用炸药包封路 泰坦只能从这个路口过 等赛就找到机会配合队友打残了泰坦 随后赛人又回到后方 单点盯住了剑魔 到这里开团守备打残 绕后的天神下不了凡 小龙一丢 V5的节奏就完全断掉了 到下一波小龙 又是一个炸药包 又让一条龙 阵容差距体现得越发明显 V5难免会打得有点急躁 直接来看这波团战 Rich在看到杰交W之后 他的判断是能操作一波 因为Q1命中加W 杰就两个选择 要么二段W强行进场 V5四个人全在盯影子 敢来就敢杀 要么杰就把大招给剑魔规避集火 剑魔身上有15 可以轻松拉开 后排就会少一个杰的大招威胁 这个想法不能说错 只能说进攻压力大的情况下 找了一个高风险的开团角度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 剑魔的操作有点瑕疵 这个是专业商的徐商瑞评案 剑魔Q1W之后 大招加速接二段Q 效果会更好 Rich剑魔有时候会有个不太好的习惯 Q1接W之后 往往会摊一下平A 导致错失击飞的机会 第二 V5的阵型被拉成了两大块 赛恩直接往路口一站 按个S就能让V5双C卡到外面 没有任何输出空间 最后烧粉这个劫确实猛 大招B退剑魔之后 打残九筒 赶在Lookie点出两枪之前 刷出第二个W 回手套双花聚顶 带走九筒 这波大龙拿完 经典菜刀对后期 打不了重护甲肉坛 后面就没什么说的了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幻风第一视角 穿甲侠 顺秒脆皮吧 那天飞鱼 真伤比赛看下来 V5选的阵容 进攻压力本身就很大 前期拿到的一些优势 也是在微博的可接受范围之内 稍逢一次中路击杀断节奏 野区团战击杀九筒 都是微博赢下比赛的关键 好了 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近几天我们会加快更新复盘 看完比赛 过个好年啊 我看完比赛了 我看完比赛了